大家好,我是王文 我是居住在犹他州 盐湖城的地产经纪 欢迎来到我的盐湖城地产频道 今天呢,我来到我们犹他州 Utah County 城市名叫Saratoga Springs 来给大家拍一套 屋况非常不错的一套二手房 那这套房子呢 它的客厅呢 是朝着我们这个犹他湖的湖景的 它呢,也是一个湖景社区 就是这套房子的社区呢 是位于Redwood Road的往西 往西呢,其实它的房子呢 都是地势 地势比较高的 都是在小山坡上的这样一个社区 那往东的湖景社区呢 它就是基本上是离湖更近一点 能够关到比较近的湖景 那我今天拍的这套房子呢 是稍微远一点点的湖景的景观 今天要拍这套房子呢 它是室内有四个车的车库 今天拍的这套房子呢 它室内面积是4500多尺 然后呢,它是两层楼加个 workout basement 那workout basement的百分百 全部进装修了 这套房子呢 是2007年的房子 但是它之后呢 这个卖方呢 它全部有重新的装修过 我们可以等会儿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拍一下呢 里面的这个装修啊 还是近几年新装修的 所以说它里面装修的 还装的非常的现代风的 非常的精致漂亮的 一个装修风格 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观 然后呢 它这套房子还有个特色 它就是 它地下室呢 有自己独立的厨房 有自己独立的洗衣房 所以呢 它地下室呢 有两个房间 可以用作出租房 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workout basement的 所以它呢 有自己独立的门进出 所以呢 就是租客呢 不会与这个屋主进行互相的打扰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区的环境吧 大家拍下小区的环境 这里社区的房子呢 基本上都是2010年 之前几年 以及左右 2010年左右 造的一个社区 那它这里的独栋呢 房子跟房子之间的间距离的是相当的远的 一套一套的大别墅 眼前这套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拍的这套房子 然后它这套房子是位于 这个地块是转角 马路的转角corner lot 转角 我们可以看到这套房子啊 它它是一套面块非常快非常大气的一套独立屋 外观的颜色呢是咖啡色的外观 然后呢房子外观是这个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楼层相当的高 相当的高的这个楼层二楼呢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有个装饰性的小杨台吧 应该也可以出来站在上面 然后就房子的外观是那个石头贴面而成的 现在的房子很少 有这样全部是石头贴面了 在我左手边是 很长的拽尾 室内是四个车的车库 那右手边呢就是房子的入口处 那这套房子啊 它的占地也是比较大的 它是2007年间 占地0.24个英亩 四个车库 室内是4517尺 六房3.5位 然后现在的售价是 823412 然后在米油他中买房子 这个地岁是 是非常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 然后这个地税的话呢 如果一定要算成百分比的话 那就才0.3% 0.3几 去年年地税是2949 这个社区每个月有个物业费 每个月呢是37块美金 那这个物业费呢 它小区有一个公园 以及这个路面停车的一些位置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 可以看到这房子外面呢 这个花园也打理的非常的漂亮 嗯 紧紧有条的感觉 今天是 他这边的open house 进去看一下 这里是房子的入口处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门啊 非常有仪式感 双开门的木门 然后这个很跳高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房子的外观 对他印象可能觉得一半啊 比较旧 但是里面真的装修的不错 进来了 里面很漂亮 高条客厅 哈喽 嗨 一进来以后呢 这边是一个高条的客厅 高条不高条玄关 它也是高条客厅 先看左手 这道房子它做了很多的升级 是吧 大家是不是觉得进来以后 就感觉对它的印象会好很多 在外面看就感觉好像就很一般 进来就感觉很不一样 这里就是那个石木地板 然后它墙上都是一些滑板 滑板的装饰 大的窗 这是一个office 是开放式的一个office 然后office这边呢 有一个门是可以 也有个空间可以通到厨房 让我们先 右手先看一下吧 右手是主卧的一个空间 主卧在这边 它这边的房子啊 重新装修过的 就这个地板 非常漂亮 一楼是主卧 然后主卧呢 是可以看到我们犹他湖的湖景 然后主卧有自己自带一个阳台 非常漂亮 出去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自己一个露台 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社区 Redwood开上来小区的马路 这个社区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社区 所以它的绿化是做的相当的不错的 树木也也是比较高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Redwood的那一头就是犹他湖了 其实过去是很近的 从房子的这边 一直开到犹他湖的湖边的话 一脉都不要 差不多应该是在 0.6 0.7脉吧 What You want to live here because this woman who is cool 它下面弄了一个这个 折叠式的游泳池 这个院子 侧院 还是蛮漂亮的 先给大家进去 进去 进去 继续拍里面 Why is it very high up here It's a first floor It's a walk-out basement What is this for the bathtub? It's a bus tub It's a walk-out basement It's a walk-out basement It's a walk-out basement 哇 这卫生间超大 然后这里是衣帽间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 包含它就衣帽间 上面水晶灯啊 这些卵装全部换过 衣帽间 然后呢 先给大家看这边 这个卫生是没有重新做 What is this for the bathtub? It's a bus tub 这里门打开也是个帽子 Let me check out Hold on 然后这里呢 有两个台盆 洗手盆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台盆 然后对面这个是一个L型 比较大的 包含这里是一个化妆的地方 可以梳妆 化妆桌吧 在这边 然后这个卫生间呢 它是以前装的 后来没有重新remodel 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shower 门打开看一下 就是这样 它这里呢 其实也都是 零七年时候的造导 这个你看这个地砖 是稍微有老一点了 就以前的包含它这个柜子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个浴缸 就是 这个主卧的卫生间是朝着接紧的 接紧的一个浴缸 里面就是马桶 卫生间出来以后呢 咱们去厨房看一下 这边 出来 I think so 这里就是高调的一个客厅 是吧 外面看 看房子好像印象不好很旧啊 不太好看 里面呢还是做的相当不错吧 除了进门的这一块 这是零七年的 应该是没有换过的地砖 然后这边的地板全部换过 实木地板 包含墙上这面镜子 还非常现代风呢 包含它这边突出带的一面 做这个壁炉 还蛮好看的 高调客厅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厨房 今天是他们的 open house 这边 两边的是酒柜 这里就是餐厅的一个区域 这些灯全部换过 厨房看一下 what is that is it fly 对 that's a i think a bubble bee 然后这是一个U形的厨房 it's not any sound 柜子呢 全部重新换过 然后大理石的台面 10碗机 这边呢 是可以看到湖井的 客厅是朝湖井厨房 背景墙全部贴过 然后上面是做的这个 托牌油烟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是很好打理的 是这样不锈钢的很好打理 然后里面呢就是食物储藏间 上下烤箱 what is that is it wash 去 去外面的 deck看一下 这个deck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这套房子它已经降了好几万了 所以性价比特别高 而且这这套房子这个位置嘛 对这是一个那个电子壁炉 这套房子这个位置对吧 它有一个什么优点呢 就是说 它离湖啊比较的 没那么近的话就是说它 它其实离这个水啊 没那么近的话就是 夏天 蚊子的话不会特别的多 哦这个社区蚊子呢 相对于湖井在 东面的话 蚊子会少一点 给大家看上房子的背面 房子还是维护的相当不错 好了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walk out basement 所以这里呢 deck yeah you sit there 所以这个deck 这个楼梯可以通到地下室 我们就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嗯 这里就是一个跳跳床 小孩跳跳床 然后呢 它其实它这个院子是宽度是很宽的 深度不太深哦 深度不太深 这里就一块草地那边呢 How do you go to the trampoline trampoline need to go go the stairs or go basement I see a dog woman two dogs did you see right there you see no that house did you see right there 快按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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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there you see did you see dog 哈哈哈 too big 有两只非常大的狗 这什么品种 看到没有 趴在那边 还是蛮可爱的 进去进去拍一下 到二楼给大家拍一下 you want to come inside i see three dog three dog i see two big dogs and one little dog i see two big dogs and one little dog 就是应该是后面弄 后面搞了 马桶也是黑的 然后这个门看一下 这个就是车库的嘛 车库是 他说是 那个四个车车库 这是两个 咱们看看那个 那个是停一辆还是停两辆 那边过去看一下 哦他是四个 这个是很深的 他那边那一头做了工作间 工作间 所以他 这个呢是前后停放的 这里 然后这一块呢是左右停放车子 进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然后车库进来 左手边就是洗衣房的位置 这个门就应该是一帽间 挂衣服的 这就是洗衣房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段房子的优点是主卧在一楼 去二楼看一下 yes no they don't live here today's open house 好转脚楼梯通往二楼 二楼就没有loft了 等于他一上来就是 这里有个办公的区域 我们先左手看一下 哇他这个房子还有个 有点采光特别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在 一楼外面看到的 一个小阳台 然后这个房间是潮溪的 他这个是东西向的这套房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阳台是外面可以出去的 是吧 出去啊你你晚上 你晚上在外面喝杯酒啊 看看星空是非常的 惬意感觉 里面就是衣帽间 然后这个房间出来以后 再往前走 这是第二个房间 女孩子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采光差一点 差一点因为他这个窗比较小 这个窗是比较小的采光差一点 也是不如是一帽间 房间面积是还可以 然后 这个房间出来旁边是二楼共享的一个富八所 全卫生间 卫生间 这个灯啊 包含台面 这些全部重新弄 地面还是老的 马桶 这里面墙上瓷砖没有的那种是老的 浴缸也老 里面是第三个房间 这个房间采光也可以 It's your TV 这个也不错 这个房间呢 它是朝东的 它是可以看到湖景 湖景的一个房子 湖景景观 所以他这套别墅是 其实有两个房间朝湖景 一个是主卧 一个是二楼的一个客户 也是不如是一帽间 他的房间都是不如是的 我们现在去地下室看一下 地下室重新装修的也非常不错 它是可以走出去的一个地下室 看一下 我很喜欢他是墙上这面镜子 给这样一放就感觉空间更大了 是吧 大家是不是觉得 一进来的话还是蛮好看的 外面好像这个外观有点旧 石头的颜色也不太好看 石头是以前咖啡色的 的样子 转着楼梯到地下室看一下 哇地下室好像很现代 像感觉 来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我看了图片地下室有个小酒吧 我特别喜欢 这个门看一下 这是一个啥呀 灯有灯吗 灯开灯 里面应该是机房 里面是机房 好 狗狗睡觉的地方 然后这个酒吧我特别喜欢 这边都是喝酒的 感觉地下室的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酒吧 小酒吧很很不错 这呢墙上都是 放了各种各样的养酒 自己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边挑一杯酒 朋友来 对吧 在这边聊聊天喝喝小酒 还是很舒服 在周末的时候 看这边 不错吧 还有个小水槽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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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好像没有洗杯子的地方 这好像有点美中不准 但是这个东西之后大家可以改 应该是可以改造 酒吧 吧台是非常不错 然后这边也是小酒吧喝酒的 非常有情调的一个区域 这个地方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储藏间 这个门 然后下面看一下这里是一个 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弄得很巧妙 如果大家买房子地下室 就比如说有个房间 特别是没窗的那种房间啊 就可以造成这种样子 对吧 把它改造成一个吧台 哎 然后呢 在一个这种不管外面的天气 刮风也好下雪也好 大热天也好 然后在这边呢喝一杯酒 特别的舒服 放点蓝调的音乐 Jazz 布鲁斯的音乐 很舒服 然后这里过来就是地下室 我靠北斯满它采光很好 全部重新装修 大的客厅 这就是地下室的家庭娱乐厅 然后这边是放了一个桌球房 有朋友来开派对对吧 很好 酒吧那边是静的 静吧喝酒 然后这边呢就运动的地方 很好 这是好像美式那种 是吧 美式的 那个什么 然后它地下室一个full kitchen 全部的这个厨房 这当中是一个 呃 是是是一个什么怎么说 这当中是一个导 那个导台对 然后这边有冰箱 可以放冬食物 可以洗碗 洗杯子 下面呢又是一个 这是个洗碗机 这是个洗碗机 全配套齐了 然后这里呢 可以有烤箱烤 烤一些东西吃 上面电磁炉做饭 微波炉 全部不错 然后我们看这个厅很不错 我先去客厅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背面的样子 这个泡球下面也是非常舒服的感觉 院子呢就是说它是挺大的一个院子 只不过它就说 宽度比较宽嘛 然后深度不是特别深 我这边给大家去看一下 过去拍一下 这里 地上有小石子路 看一下 这是个游泳池 然后呢 这一块是 休息的一个地方 就是派对 就是 你户外不是游泳池嘛 游泳池游了 游一会儿 然后嘴巴干的 渴的时候呢 上来喝点饮料 是这边休息的地方 还是考虑挺周到的 它这个院子还是做的感觉 相当的不错 哈哈 你玩起来啦 哎呦 当心点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背面 就是这样子 房子还是蛮大气的 我觉得房子背面比正面好看多了 正面主要这个石头的颜色比较难看的 不要老实 然后它这个窗是镜面的 镜面的窗 然后这楼梯呢 是旋转楼梯通往二楼 如果你地下室想租出去的话呢 这里是有萌的 走出去侧面走出去 就可以通到侧院了 侧面马路上 就往这边下来走 所以说它这个 还是蛮好的 地下室还有两个房间 我们进去再看一下 房间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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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客厅 这边也可以喝喝小酒 也是吧台 来吧 然后这里呢 有两个房间 一个卫生间 它房间都是在上面的 这里又是个家庭厅 它其实是个卧室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卧室 窗都在上面的 然后对面也是一个卧室 房间都很大 地下室的房间超大 然后我们看这里 这是地下室的 富把耸 台盆 地面全部重新弄过 全部重新弄过 然后它地下室还有个洗衣房 大家看看在这楼道 非常不错吧 有洗衣房 所以这个地下室完全是独立的一个区域 可以租出去 这个角落我很喜欢 地下室有个小酒吧 哎呀很不错 这在犹他座很难得 地下室能弄一个酒吧 因为大家知道 犹他座是个宗教的一个州嘛 所以很多人都不喝酒 能弄一个酒吧感觉还是很有 很有兴致的感觉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然后这套房子大家觉得看下来喜不喜欢 今天呢我拍的这套 外面看上去呢就是说很一般哦 但是里面的话真的是非常不错 他呢全部前面跟那个Listate Aging沟通一下 他这套房子呢差不多是两年前重新装修 啊这个客厅啊厨房啊地下室重新装修 那如果您喜欢我今天拍的这套房子 或者在犹他州盐湖城有买卖方向需求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